在设违法新法上路第三天 八大行业越来越高调了 那么过去台北市的酒店低调 现在都换上了新的霓虹灯看板 招牌也越做越大 而在街上从事色情交易的女子 现在也不打向站了 直接就回到了大街上 甚至警察就在对面站岗 这流音不怕 一样的继续做生意 看起来是越来越高调 巷子里男子一靠近 蹲坐在椅子上的女子 立刻站起来笑脸迎客 双方沟通价钱谈不拢 男子立刻回头询问在窗口 长发飘逸的另一名女子 世卫法上路第三天 相照前几天躲在暗像招揽客人 现在直接大喇喇 在明亮灯光下做生意 这只警察就在对接站岗 丝毫不在乎 还没深夜 许多店家都还没休息 其楼已经看得见 侯景平拎着小包包 打扮艳丽的女子 不断向路过男子耳鱼暗示 因为世卫法上路 在桃园开出第一张罚单后 没有见到警方有大动作扫簧 避过了风头 成绩几天跑单帮的刘印 再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 六年来 一直保持低调的酒店 在世卫法上路后 突然换上闪亮的霓虹灯胶牌 男女进进出出 不再保持神秘 仿佛不再担心客人 闹事找茬 台湾还没有涉事性专区 八大行业就先转为高调 就是在测试警方公权力的底线 究竟到哪里 中天新闻台北 众文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